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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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湖南卫视 就不得不说刚刚结束的生生不息嘉年华 虽说最后周深收获了创新突破奖 合唱歌曲《桃花诺和听》 收获了微博网友至爱合作金曲 但还是有一些意难评 除了让大家义愤填膺的混音销声等 还有就是没有拿过金曲 按照节目组的定位 所谓金曲是观众选出来的 而《桃花诺和听》是网友至爱金曲 岂不是自相矛盾 当然这个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 回应了节目开始时 韩洪老师的疑问 尤记得在节目开始时 因为韩洪老师不懂汪宋龙的梗 而一脸茫然地问周深 把华语音乐带到哪了 和韩洪平辈的大哥孙楠 直接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节目中就曾说 周深不管在哪个时代 都是最好的歌手 最后一期更是说 周深的音乐有无限的色彩 他是音乐的小精灵 有一天我也希望他 由衷祝愿他能够走向世界 全世界人民也知道 我们也有这样一把好嗓子 所以周深把华语音乐带到哪了 也许不久的将来 他就能把华语音乐带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了解并喜欢华语音乐 也更喜欢中国歌手周深 你们说呢 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我又来了 欢迎周深老师 这次我们不思热搜了 我们用几张照片 帮您回忆过去的兔年 首先第一张 非常的兔年的尾巴 非常印象深的是听那个舞台 我觉得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 一个选择吧 当时跟维维姐 我们决定要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去做一首新歌 然后也非常感谢维维姐 能够让我去用自己的声音 去传递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马上 立马就回归到了音乐 最原始的样子 就是一个表达的功能 希望让更多人 去表达我们感受到的那份爱 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突然好温暖 可否说我们剧透一下 龙年会有哪些新的舞台给大家 现在不是很敢剧透 因为最近不是看了剧吗 就说看繁花 说做大事就是要不想 然后呢 我们最近有很多的采访 就是不停地让我们 说得很打声 让我们想出来 常规的舞台是会有的 然后我觉得就争取 多多机会 给大家见面吧 懂得都懂 感觉你也是 是繁花的忠实观众 主要是是的 一会儿 后半就吞回去 要不然会对其他老师不太礼貌 我是龙龙的Vlog 龙龙的Vlog 居然真人化了 你已经很可期了 那你未来再更可期 更可期 更可期 然后写出可歌 可气的歌 可气的歌 然后你的心一定要完整地留给自己 很开心 通过这些身份不期更加了解的老师 也很荣幸我们有了一首歌做 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你穿那么正经的吗 也祝周舍老师未来带给我们 更多好的优势的作品 时代之声是谁 时代之声是谁 走开 没有人配合你 然后龙龙的Vlog 龙龙的Vlog 你觉得真人化了 对 你已经很可期了 那你未来再更可期 更可期 更可期 对 然后写出可歌可气 可歌可气的歌 然后你的心一定要完整地留给自己 很开心 通过这些身份不及更加了解的老师 现在很荣幸我们也会是 给他做其他的未来的新衣服 你都穿那么正经啊 也祝周舍老师未来带给我们 弄多好的优势作品 走吧 那我们先上电梯 不好意思 龙龙我新年好 你新年 农年 农年对不对 农年那是你的年代 他有什么 他是三十年 二十年 感觉他在商场开业里在拍 还有三千水 你为什么知道吗 我都不想拍了 不是最后很重要 大家去你好歌 给你首唱好不好 哎呦 明天 二二一 小小不信 二二一 小小不信 你在公老师在公路的音乐 因为我都是女人 我都是女人 打过人 打过人 我这打过人 我记住了 我这个直播 我这样的人 你不要再听 那这个直播 你最后不信 你最后不信 我这都是女人 她还不信 他还要得到一年 不信 紫渝方开门 中綠的狂漢 中綠 保持出色 我沒看過 感覺跟正式錄製一模一樣 很臭美麗子 感覺跟正式錄製一模一樣 好在沒什麼 感覺不舒服 什麼 想想你的笑 別知道 紅葉醒來 偷偷偶 別啊 此時小編正在拍攝一些 嬉笑打鬧的環節 突然有一道炙熱的目光看向我 哦 是冰的凝視 你在拍東西哦 他在採訪你 拍一下我去抱 你不就在旁邊嗎 那好了 接下來生意跟你講這套路 哈哈哈哈 紅姐說讓你跟 周深說傳遞一下 太想周深了 一會記得跟周深說 對 當然